快 小姐 别动 你们干什么 你们谁 为什么要闯进我家里 你放开 爷爷 你们放开我爷爷 谁让我 老公 爷爷 闭嘴 胆态妨碍公务 老子现在就逼了你们 爷爷 你们放开我爷爷 夫人 跟他们没理可讲 奸商 你也闭嘴 为了几个臭钱 连祖宗都不要了 你放开我爷爷 带走 走 老公 放开我爷爷 老公 老公 别动 别动 老公 老公 你放开我爷爷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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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游自敌 胆大妄为 若不是许司令心词手软 让弟兄们闻命之法 你们家老官子 早已身受益处了 老官 夫人 你们收钱的时候 不是保证过不打人的吗 我们不打好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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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难过就别难过咱们 一家人能见着就不易 老官 老官啊 你说你这是造的什么孽呢 你还写家里不够乱吗 您要是卖油的话 好歹也跟我商量一声啊 夫人 别听他们鬼扯 我什么都没干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 他们是与家之罪和患无辞啊 你老官 虽然比不上刘云香 但也不至于敢把杨家祖宗忘了 让他蒙羽丢脸呢 我去找徐安邦 他不能这么对你 你会被花花打死的 没用 夫人 我这条命不值钱 你跟他去谈 那就是与虎谋屁 许安邦他想要的是整个红浆油业 可那桶清代底油 又是清代底油 那就给他们好了 别人拿他当宝贝 可是对于咱们来说 那就是头顶上的灾性 让我活得更远 别别别别 夫人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那桶清代底油 已经不是我们杨家的私权 也不属于刘云香的 他已经变成一个 老一辈 红尚 既是宝国 文化传承的一个代表 一个历史物证 他是天下五辅十八邦油业航的主心国 不管徐安邦帮他怎么折腾 不管日本人是不是占得了湖南 就算他们占了全中国 只要是宝贤了全中国 只要那桶底油 只要那桶底油在 只要那桶底油在 我们红油这行 跟红江城的人 就永远不会跪下 可是 现在 赶紧把杨阳送走 送到高义村去 送到高义村去 对 玄邦什么都干得出来 可不能因为他 断了咱们杨家的血脉 也认识 此事还有一术 如果 巴水族长 愿意收留杨阳 他就意味着 早晚有一天 我们可以回到杨氏宗祠 任族归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